老大人 到底出什么事了 赵白是你说话呀 周英的案子 王爷拿走了 王爷 那 嫂子 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这就难说了 王爷拿走了 王爷 那 嫂子 为什么 王爷 似乎对周英 厌恶入骨 放出话来说要严惩 严惩 怎么个严惩法 我不知道 会有性命之忧吗 我不知道 行了 你们也不要太着急了 这件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你有办法 你们别忘了 我们沈家跟王爷多少也还算得有点怨远 本来我这次来京城的 就是想通过王爷把周英救出来 沈行义 你根本不了解王爷 在我眼里他们是同一种人 认钱不认人的人 你也不懂朝政 你只要贸然行事 会弄巧成拙 赵白石 是你答应过我会安全救出周英的 既然现在你无能为力 那就我伤 沈行义 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 我只知道现在周英还在大牢里关着 生死未卜 我必须要把她救出来 沈行义 沈行义 如果真像沈少爷说的那样 王爷认钱不认人 我们要救少奶奶还得花多少钱 怎么还得一个机器制补剧 我现在就回京阳 你等到先别着急 我再去求救老师 也许还会有办法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不总得花钱吗 我现在就回去筹钱 也好 也好 夫人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如果老师能够想周办法帮我们的话 女嫂子会有希望的 是我 是我 将那些东西 放进嫂子的书房里 你说那些栽赃的信函 那些栽赃的信函和数据是你未造的 是 是 是娘给我的 是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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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娘说 只有我这么做了 你就能官复原职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是 是娘说 嫂子 最多就是被神吃一顿 损失点银子 我想着 我想着 这应该没事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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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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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是 是 你干啊 我一定 你活动啊 站住 白石 是你利用无依 出卖周莹 是 周莹如玉 是你一手安排 这个女人性子太过刚丽 不如此 她不会低头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不实 不 清明 政治 淡泊名利 有国有民 那是因为 你需要这样一个老师 所以 我只让你看到 我的这一面 张长青 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你误会把周莹放出来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你必须说出真相 但是啊 这个世界没有真相 只有利益 你不说我去说 我会让无依去说 就无依和吴周氏的关系 他的证词 谁信呢 张长青 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张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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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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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 我救不了你 是我害了你 按理说王爷掌管的刑部 救不救那个寡妇 应该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可至于王爷开不开口吧 恐怕还得看王爷心情 不知道新月贸易行 另外那七成股份 能不能让王爷开心一点 应该可以吧 那就有劳杜老板了 在中间帮忙沟通一下 如果是成 我再加两万两单银 就当做给杜老板的报酬了 行吧 那明儿一早我就去找王爷 多谢杜老板 沈少爷 没想到你还是个情仇 行 宋哥 那杜老板告辞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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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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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